老婆跑了怎么办 我经常收到粉丝朋友的私信 说自己家老婆出走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 也不知道人在哪 这可怎么办呢 其实这种事情现在还挺多的 从法律层面上讲 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 大家可以听听 第一种就是如果你们领了结婚证 你可以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如果找不到女帮的 法院可以通过公告送到的方式 缺席审理 从而解除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 第二种呢 如果你们没有领取结婚证 也没有生育子女在一起 如果你有给女方支付过财礼 那么呢可以起诉到法院 要求退还全部或者是部分的财礼 第三种情况呢 如果你们没有领取结婚证 但是你们之间生育了子女 女的离家出走以后 也不管孩子 这个时候男方可以起诉到法院 请求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自己 并且要求女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直到孩子成年为止 读懂这本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欲试不吃亏 这本民法典呢 涵盖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常生活婚姻嫁娶都离不开这本书 另外呢 再结合这一本法律常识一本全 你们用生动实用的案例 为你讲解民法典里的规律 在生活中如何运用 是民法典最强的辅助 感兴趣的朋友 走下方小黄车就有了